明星期三, 7 月 6 日 今晚晚一點, FOMC 的紀耀 到 26, 7 日才是加息 基本上是加息 金價不跌不跌, 還需跌 股票也是, 不過有些分岔 昨天的道指跌得比較深 Lasdaq 反而升 大家都是走到憂慮傳統經濟 歐洲方面都出了很多問題 英國也是, 導致傳統金融有些軟腳蟹的感覺 幣價反而因為Lasdaq 沒什麼跌 反而升上兩萬 但還是要小心 我會看這個幣價 如果股票真的要有大調整 就很難獨時其身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三件事 第一件呢 第一件事呢 都是小事來的 但是又可以說是大事 小事呢 它是這個Bit Stamp 這間交易所 歐洲的交易所 都老牌子來的 10 年以上的歷史 它宣佈8 月 1 日開始 就對於那些叫做Dominent的戶口 即是如果過去12個月都沒有做過交易的戶口 要徵收這個手續費 那這個手續費 你說多不多 10 元歐羅 如果過去12個月沒有動作 它就要收了 那為什麼又是大事呢 因為在這個蜘蛛界來講 之前一直都沒有這些做法 因為傳統大家都想著是 這些 其實應該這樣說 這個是Centralized Exchange的做法 是 如果用一些Decentralized Exchange 那你就很難收這個負荣 是 生意難做 大佬 給點面子 收些少 那些幣價又跌了 那你又不多聞的 其實我以前都叫做營運過的交易所 那 其實你有很多cost 在這裏 那雖然它不需要佔用你 但是你有些reporting 都要看一下的 那麼收回10元8元 那些不active的那些站在一旁 那都正常的 是 那最重要是其實 他說多聞呢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有沒有資產在那裏 他 account 是多聞 但是他有沒有資產在那裏 如果多聞有資產在那裏 和多聞沒有資產在那裏 其實就有些少分別的 是 Anyway 那麼 那麼 那用人的service 那給予一些手續費 那他就開了一個鮮河 那都 我看到有沒有其他人跟著呢 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覺得 跟著的機會都可能挺大 也不奇怪的 那有沒有市場反應呢 那現在沒有說的 即是有一些 本身 長期持有的 真是放在那裏很久 沒有動的那些 沒錯 正常 我剛才說過 我多聞 但我有資產在那裏 對 但是我多聞就沒有東西在那裏 我沒有東西在那裏 你都不知道怎樣收我 沒有東西在那裏 又沒有得扣 我有東西在那裏 即是等於銀行 喂 你經常都不做交易 扣回你一百幾十元 嗯 不出奇的 是嗎 那麼這個 人家也有audit 有費用 很多東西都要搞的 是 能夠理解 但是看看其他 同行會不會增相跟效 嗯 因為大不了就拔走那裏 是 是 沒有什麼評論 沒有什麼評論 即是生意上的選擇 是 OK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有一個借貸的平台 宣佈停止出入金 這個是一間 新加坡的平台 叫WALD DW V-A-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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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提幣 它現在暫時 就需要暫停這個功能 可能要做一些資產的重組 各方面的事情 可能會向新加坡當局 申請類似破產保護的動作 其實看到 這一陣子也有些人去做一個比較 近期出事的全部都是 C-Fi Centralized Finance 中心化的借貸平台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這個問題 因為受到三戰資本的影響 反而 為什麼呢 遮貸平台 有人做了一個分析 上次有些插到六零 可能被人買到便宜的 拿到其他東西 也不是的 你借貸平台 其實就開出來 散戶就傳一些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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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所以他的息口又不可以被人低 大家會緊張 但是他給客人高息 證明他在外面收到更高的息 他才能夠維持得到 對 要不是等於吸了金 你用不著用 但三戰資本 在行內有這麼久的歷史 而且他不斷賺錢 盈利是相當高的 所以很多人都傾向願意借給他 他又避得起高息 久而久之 各大平台為了追求的息差 就開始沒有採取他們的風險管理 和他們的中資 在借錢給三戰資本的時候 可能會鬆手些 抵押品要求又低些 各方面 等於炒股票一樣 當市場行程好 匯豐借回七成也沒問題 騰訊借回七成也沒問題 叫那些狗屍垃圾 總之你放一群騰訊 在這裡 放一群匯豐在這裡 那些都給你兩成三成 怎樣就是那些 拿來命 是 所以就是因為市一出問題 LUNA一出問題 令到三戰資本也出問題的時候 就有很多這些 因為這個空氣很大的 上次我們都說過 LUNA那次 你的死亡螺旋之後 曾經有一段時間 在DFI 就是說 別人去到定點後 不知道多少個位置 你都還在定點的位置 差了十萬八千倍 對吧 你中間被人用一個很低成本 即是很短的時間 借了便宜 很便宜的時候 把東西放回你 用高價位置借出去 拿了其他幣 然後買位置走了 你的平台就損失慘重了 你剛才說到的就是 DFI的情況 反而 DFI是因為一些報價的系統 出了問題 就是去到很低 但是呢 如果撇開那個報價系統 出現問題 它跌到消數點 就是很多個零 這個問題之外 其實呢 這次這樣跌下來的事件 差不多所有DFI的項目 都沒有問題 因為DFI 真的用Smart Contra去寫 它們的底壓品 是需要多少就是多少 全部都在客戶寫下去了 變成了 因為你是三戰資本 或者你是什麼大機構 它就會有所調整 對於DFI的Smart Contra來講 你幾大間機構的公司 在它來說 都是幾個地址 總之就是對頭摺了那個 就是一件事 那個平台不會有什麼 那個平台沒有問題 因為它收足那個底壓品 所以 這次雖然很多人 都上了一個寶貴的一貨 就是資產上有損失 但是呢 對於整個DFI的行業 那個發展來講 可能是更加正面 是的 正面 Anyway 回頭 Walk 這件事 都是麻煩的 嗯 一逢是這些 破產保護 那些人就會質疑 你的資產中間去了哪裡 是的 假設你不應該 或者 所謂以前的 我們叫做 國內都很流行的 那些叫做 C-to-C的借貸 這樣 你上去我 match一個借貸給你 其實現在最後 原來不是 項目借貸那些 可能是個裝 可能是他們自己的 相關的其他項目 那就借走了 嗯 項目成功回頭 就有錢還給你 是 項目不成功 就浪費了 是不是 這個就是 傳統的吸金金融 也是這樣玩的 不過 現在這間 Walk 就有 一間大的借貸公司 另外借貸平台 Nexo 現在有消息傳 他們借貸了一個 條款協議 可能會被Nexo 收購 不過 有60天的觀察期 60天檢查過你的資產 丟掉了 丟掉了 看看你究竟是真不見 假不見 真損失 還是假損失 是 夠不夠夠 又是一個LUNA事件 引犯出來的悲情 嗯 我們先講講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 講講印度 印度就是由7月1日開始 今年的7月1 加密的稅案正式上馬 之前不讓你搞的 對 然後就推出稅碼 稅分為兩種 一個是Capital Gain Tax Capital Gain Tax 就是30% OK 最恐怖的就是 每一個交易這樣計算 而其他的損失是不能作抵扣的 這樣很可憐 對 我做這個交易賺了多少 即是你一定要做到很長期才行 對 我下一個交易選手 但又不能互相抵消 賺錢的交易就要扣30%的水 嘩 這樣不可以做 但這個呢 都叫做之前一早已經提早說過 即市場都預料會這樣發生 但一個比較臨時性 即加上去呢 就是一個類似 好像銷售稅一樣 哦 是的 它叫做 它有一個銷售稅 就是 買方 買方 那個交易就要抽1% 交易稅 交易稅 即是交易稅 對 交易稅 嗯 買完之後你增值 又抽你30% 嘩 所以 比特幣要由2萬 升30% 即是2萬6流上 你才算到數 都不一樣 你賺了30% 那這次呢 這也很傷 出來了之後 國大的交易所 交易量又大些 就跌了 它是本地的交易所 對 30%至60% 最大的衝擊是幣安有份投資的維茨X 加力量跌了67% 阿里路亞 不知怎麽說 這些只是一種真正監管機構出來的規矩 你說它是否阻撓發展呢? 因為加重了你的加力成本 一定是 有沒有好處呢? 是否真的可以減低了風險呢? 我看都是一個問號 可能走了一段時間 它會否修改都不定 因為沒有加力量 一隻死馬 你養它也沒意思 你們抽100%水都沒用 抽100%水都沒用 是吧 是 印度也是多次之抽的 多次之地 一時又說可以管不管 搞到阿叉的建築者 很多的 阿叉的建築者 每個人都不敢收密貨幣 做生意 即是幫你做事不敢收密貨幣 是吧? 是吧? 也是一個問題 是 始終我相信市場法則會調整 是吧? 沒有其他評論 今晚是FOMC 幾要呢? 看不到什麽特別的 星期五又有飛龍數據 都是強美元 所以大家要收拾 如果那些貨幣不對勞 的話 這個 這個 幣圈的幣價 尤其是比特幣 又可能會再試一試 六萬九 今次 大家來講一句 千萬不要再穿千萬八 再穿千萬八 就會麻煩一點 好嗎? OK 那就分享到這裏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去9個 準備好 來自我就 先做幾個 來自 massive